欢迎来到今天的正妹看世界 邀请大家记得要帮我按赞应援 然后帮我把连结分享出去哦 首先感谢大家持续的来到聊天室里头留言 好继续要帮大家揭秘的呢 还是跟北京冬奥有关 但是呢其实冬季奥运呢 有一些呃 比如说这个赛事到底是怎么来的 跟以前的一些历史都有关的 今天我们带大家来看呢 北京冬奥这个大大小小的赛事呢 项目总共131项 那么这么多的这个比赛当中呢 有一项呢是北欧国家古代的刑罚 没错你一定觉得很惊讶吧 好当时的一个刑罚 居然成为冬奥项目 而且这个运动呢 真的是非常的玩命 非常的刺激 这是起源于挪威的跳台滑雪 这个跳台滑雪呢一开始啊 据说是针对死刑犯的处罚 把犯人的脚绑上木板 然后呢丢入雪山 结果随着这个时代的演变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到底什么样的典故 成了冬奥刺激的比赛项目之一 加速跳跃在落差100公尺的山地 自由飞翔 跳台滑雪以冬奥标准跳台高度为109公尺 大跳台为140公尺来看 运动员得有一颗强壮的心 不畏惧高度 因此跳台滑雪还被称为勇者的勇气 不过别看他飞跃的英姿 起初跳台滑雪可是古代的刑罚 起源于挪威的跳台滑雪 古时候会将犯人两脚各绑一块木板 从雪山推下醉牙而亡 没想到这残酷的刑法竟演变成 冬奥竞技项目且很讲究 光是滑雪板就严格规范 长度必须是运动员身高乘以1.45 宽度则不能超过11.5公分 这项赛事还与同样速度感十足的 越野滑雪缓缓相扣 运动员跳台滑雪成绩每第一分 越野滑雪就推迟4秒出发 也让这项赛事充满刺激 这一回北京举办冬奥连高铁野来拼噱头 时速可达350公里的冬奥列车 以蓝色加上雪花代表泪雪迎春 梦幻的造型也让它被称作梦之雪 车厢里更内建全世界唯一的 5G直播摄影棚 在奥运期间就可以实现 奥运节目这种现场的直播录制 融合5G加4K技术 即便快速移动也能转播 车厢内部还有大陆唯一的移动主题邮局 行驶路线连结了北京 延庆和重礼三大赛场 届时都将随着冬奥对外启动 那么因为北京冬奥会的关系 的确也带动了中国大陆的 很多冰雪商机 很多人现在正好冬天 滑冰滑雪 以前可能还没有这么多人 去参加这项活动 但是最近热潮开始非常的明显 像是在河北的沧县 就举办了雪上拔河 还有雪上跳绳 这种比较趣味的这种 跟冰雪有关的体育比赛 体育赛事 在上海冬天也会有这种临时的溜冰场 还有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这个溜冰场 很多学生下课都跑到这里来报道 我们带您一起来体验一下 比赛是非常激烈赛况 因为这个雪地 这个雪只比较松软 这人很难站住 所以我们可以看看 这个拔起来也非常有难度 现在战况非常激烈 很多人都是倒在地上了 但是依然不松手 我们听听现场 心里种下冰雪运动的种子 那沧县当地也有很多的青少年 通过这样的活动来尝试参与正式的冰雪的运动 在我身后的这个高高的这个坡顶上 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有选手在准备了 这个运动参与的很多都是小朋友 与陆地的跳绳相比 雪地跳绳可能更有难度 因为雪的比较松软 所以要找一个这个雪质比较硬的一个地方 开始其实就是用一个木棍 赶我们平时用的这种足球和篮球 到了这个球门里 一段时间的这个双板滑雪的这个训练之后 来参与这个比赛的 空间都非常热衷于引进这一类快闪冰场 原因就在于它不仅可以迅速地拉拢人气 促进商场里面的活力 此外还可以将冰雪运动带到上海人的身边 可以让不怎么常见大雪的上海市民 可以近距离地感受到冰雪运动的乐趣 那根据我们的了解 目前全上海总共息息的这么一些需求 上海今年的冬天 可以说气温并不是非常的低 小孩其实就能够学习滑冰了 他们这里还专门准备了30码的冰鞋 好奇像这样一类快闪冰场究竟是如何制成的 答案就在离我们不远处为档外 滑冰挺好玩的 我就在这请了个教练 他就给我教了一下怎么滑花样滑冰 平时在家里作业写完的时候 就会到冰城来就滑一会儿 哇塞冰雪天地真的好有各式各样的运动都好像变得更好玩了 大家有觉得吗 还有呢你觉得这个运动细胞是不是真的跟遗传有关呢 接下来这位滑雪神童你来猜猜他几岁呢 好这是在山东 有一位女孩我就先不说他几岁让大家猜一下 她只练滑雪三个礼拜哦 她现在就已经是滑雪高手了 她叫做张朵朵 那他一开始练滑雪的时候滑冰 他就让他的教练跟他爸爸呢 觉得很惊讶没想到 因为他一天能够掌握的这个滑雪的熟练程度啊 是很多小孩子要学三天才学得会的 他的爸爸是谁呢 张和凯 原来啊他爸爸其实也是体育健将哦 他的爸爸呢 也是现在他的教练 他曾经拿下夺过极限滑轮的世界冠军 来看看他今年几岁 正常来说 你看我现在教的好多小朋友 也需要三天才能达到他他一天的这个学习的这个程度 一是 就看一下 是不是 问 真是太羡慕了 他平衡感怎么这么好呢 他还可以倒着滑360度 好几圈单板也行 几岁呢 你猜对了吗 他今年四岁 你真的 未来呢 肯定也是体育人才的 再来呢 我们来看到 有些地方的这个特殊风景 尤其是冰雪世界 难得一见 而且有时间限定 冬季限定的 总是能带来很多的观光客 今天呢 我们继续往东北的吉林走下去 雾松风光滑雪运动呢 也刺激了当地的旅游发展 大家都说雾松好像水晶一样 这一串一串的挂在这个树上 对我们台湾人来说 真的很难想象 但看到这个画面 真的觉得好像是ELSA 这个冰雪世界 那的确呢 还包含了像是滑雪场啦 也带来了很多冰雪娱乐 这边有个雪季的统计 2020年到2021年的雪季呢 光是吉林市啊 游客呢 就有1943万人次 全年的旅游收入达到了329亿元 预计到了2025呢 这个数字会在网上飙升 吉林全市的冰雪旅游年收入 有望超过740亿元人民币 华雪可以锻炼我的意志 让我变得更坚强 我希望我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 也能像滑雪一样不放弃 大家是不是看到最后都定格在那个冰糖葫芦那里了呢 我也是 好接下来呢 我们往太空中来探险吧 深究13号太空人啊 载轨完成了两次出舱的太空漫步之后呢 他们又完成了一项关键性的任务 就是呢 空间站的机械臂呢 转位货运飞船实验 非常圆满的成功了 其实呢 这些实验啊 目标都是在今年 中国大陆要盖好天宫太空站 在太空当中 一次呢 可以住三位太空人 那么再来呢 在轮调期间啊 就是太空人跟太空人要 一个要回地球 一组人要上太空 这个期间呢 一次住六位 航天员宇航员是可以的 那么天宫太空站呢 首要就是天河核心舱 然后呢 在今年啊 会跟梦天还有问天 两个实验舱要来做 结合要来做合并 那么接下来呢 这个天宫太空站 预计呢 在运行至少十年的时间 那么太空人呢 接下来啊 他们会在太空当中 进行包含像是生物科技啦 微重力 还有太空材料 科学等等的研究与实验 太空天空站在渡船出好消息 机械臂转位货运飞船试验 取得圆满成功 我是北京 机械臂转位天中二号开始 凌晨6点12分 天中二号货运飞船 与天和核心舱解锁分离后 在机械臂推动之下 以核心舱节点舱球星 为原型进行平面转位 并反向操作 成功让天中二号与核心舱 重新对接 经过47分钟 完成结合 我们的这个正常的建造的过程中 我们两个实验舱 都是对接到我们这个 前向对接口的 等那个实验舱二来的时候 他要把这个位置给让出来 就是我们只有 把这个技术突破了 或整个的这个空间站 才能如期的这个建成 空间站机械臂转位 货运飞船试验 是大陆首次利用空间站机械臂 操作大型载轨飞行器 进行转位试验 这个机械臂 然后推动了这个 这个货运飞船 先解锁 解锁了以后 然后呢 让它驱动了它 转动 转动以后呢 再回来 回来以后呢 再走一次这个 交汇对接 然后把它再对上来 大陆太空任务 目前已经发射了 天和核心舱 天舟护院飞船 神舟载人飞船 而后续还将发射 两个实验舱 问天号 以及梦天号 空间站机械臂转位试验 不只为大陆打造太空母港 再迈进一步 也为未来载人登月 设置月球科研站 以及火星探索的目标 打下更扎实的基础 并且在天地通话的时候呢 待会这支影片 大家就仔细听 你会听到很多北京明白 北京明白大家就在想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来天地通话 来帮大家来解答了 这个词呢 是在神舟12号的任务直播当中 这天地通话过程当中呢 被大家听到 然后一瞬间走红的 那么其实北京明白啊 讲话的时候 会有一个人回复嘛 但其实呢 并不是只有一个人 而是指北京中心 整个调度组的整个团队 那么这个调度组呢 其实里面有十个人 组长神八哥杨彦波 还有九位都是90后 组成的北京明白 那北京明白 他们平常要做些 什么样的任务呢 当然最主要就是要确保 航天员呼唤祖国的时候 永远有人回应 那么北京明白的 为什么是这两个字呢 这个含义是什么呢 也有专家解答 他说呢 从任务层面来看的话呢 北京明白啊 其实任务就是告诉大家说 OK 我听清楚 航天员跟我说的这个内容 然后呢 可以清楚的 下一步要怎么样继续的 下一个任务 所以呢 就叫做北京明白 这其实这句话很简单 但是呢 这个背后可不得了 因为呢 这包含了像是发射场啦 测控通信啦 着陆场啦 航天员啦 火箭飞船空间站等等的 这一些一环接着一环 扣着一环 都是整个团队的努力 大家有力的支持 才是北京明白的底气所在 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支影片 然后这是有关于神舟十三号 在太空当中进行对接 大家也可以听一下天地通话的内容 压力完成 北京明白 天员报告 人控几乎正常 北京明白 超级眼光 以及再遇见 volcano 10一锅 大概是 楢灿铮 没问题啊 大家看到了吗 是一整个团队呢 是不是听完了解说之后 再回头来看这个影片 你会发现原来呢 以愁有很多玄机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